多年来,随着大陆开放政策的不断实施 和各地投资环境的持续优化 一批又一批台湾同胞在这里成家立业 而今年56岁的陈敏慧 选择在武汉开启她事业的新起点 我跑了很多很多的省份 最后会决定落脚这里 因为我觉得这里的人就是蛮讲义气的 然后就是好相处 然后蛮阿萨的 对,我就觉得说蛮好的 陈敏慧来自台湾一个口腔医学世家 三个孩子也毕业于口腔医学专业 2023年,经过多地考察 她决定前往武汉发展 就是交通是四通八达 然后又是一个人文汇翠最精华的地方 然后又是华中最大的一个省份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最好的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落脚在这 那因为我的家族全部都是开诊所的 那我想把台湾的开诊所的一些品质 还有我希望是以家人关怀的方式 来出来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以上业的模式 从开始筹备到开业 陈敏慧的牙科诊所仅仅只用了半年时间 陈敏慧介绍当地台办和台联 都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 给足了自己创业的底气 赞 很给力 真的很给力 不管是台联或台办 对台包我觉得都是非常的支持 就让我感觉就是吃下定心丸 来这里是人胜地不熟 真的是漂泊 说真的我很慌 真的非常慌 而且完全没底气 可是来了之后 受到台联台办所有的支持 其实我觉得让我突然间觉得底气很足 就是感觉在这里遇到了支撑 然后遇到了家人的感觉 来到大陆后 陈敏慧感触颇深 在饮食口味上与台湾也较为接近 谈及武汉的美食 她说自己的小儿子对热干面情有独钟 在这里生活超过半年 依然对热干面热爱不解 口味上是蛮接近的 对 像我儿子来这里最糟迷的就是过早 就是喜欢的像我们家老三很特别 他只要出去吃 他第一个就想我要热干面 就是喜欢热干面 然后天天就想到要吃热干面 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不管是各方面 人文各方面 其实说实在他们在那边长大了 可是为什么反而喜欢这里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接地气了 陈敏慧表示 来到大陆后 他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他希望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 将自己在大陆的真实感受 传递给身边的朋友 让更多台湾年轻人 能够亲自来大陆看看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台胞 像自己一样 跨越海峡 在大陆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共同推动两岸交流与发展 我也希望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桥梁 因为我开始过来之后 我就发觉 跟我想象不一样 那我就开始告诉周边的朋友 就是说其实应该要跨出来看看 你看过之后你才知道 真的是不一样 那我自己胜利其境这么久了 这个想法一直都没有改变 所以我也是 只要回去 我就会不停地告诉我身边的朋友 过来看看吧 过来看看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